在禪修的過程裏面,我發覺有很多人都覺得 什麼都不用做 當你真的可以做到什麼都不用做 但仍然清清楚了,那個就是禪修應該用的方法 當你覺得我又要這樣,我又要這樣的時候,其實就已經是差一點的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時候都會教一些簡單的方法 讓它掌握到,即是領略到有什麼好處 然後再慢慢帶到,即是說現在將那個方法要放低